你知道为什么爆改兰博基尼和战神GT2的有很多 却很少见过有爆改法拉利的呢 提起改装 相信不少车迷朋友应该都比较喜欢 不过对于法拉利就有一个奇葩的规定 那就是车主不得私自篡改发动机 改变车身外观 以及有争议的车身颜色和徽章改动 任何定制都必须由法拉利授权后才可以执行 那如果私自改装法拉利会有什么后果呢 比如加拿大歌手贾斯汀·比伯将此前曾购买了一辆白色458Italia跑车 交由一家著名的汽车改装厂对车辆进行改装 整体的改装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大 甚至越马徽章也被改为电蓝色 但更加夸张的是 贾斯汀·比伯还将私自改装后的法拉利458公然进行拍卖 最终被法拉利得知而列入了黑名单 这也意味着贾斯汀·比伯从此将失去了购买法拉利的资格 其实法拉利对于用户的限制还有很多 除了禁止私自改装外 还包括禁止进行大规模的不合理收藏 另外法拉利还规定购买车辆后用户可以测试车辆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公布测试的数据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魂温暖 今天我们下来很久